這個等級判斷部分 那它意思是說在A的話是80到100 然後70到那個79 而且應該是等於 等於80分等於100也包含 那等於70到等於79都算B 等於60到60等於 然後如果是小於應該是小於60 或者是小於等於59都算F 所以呢邏輯因為之前有寫過類似的 所以我們就大概來看一下 基本上當你可以第一種寫法 就是把A放中間80100 我又講過有沒有 另外一種寫法就是你可以用AND寫法 AND寫法就是F F什麼呢 這個A A怎麼樣呢 小於等於 小於 小於等於100 AND 或者AND AND A什麼 大於等於80 OK 那特別注意 這種寫法 跟這種寫法 兩個都OK 看你要怎麼寫 或者是說 你這個放前面 這個放後面 結果一樣嗎 不一樣嗎 不一樣嗎 也不一樣了 對啊 一樣啊 先判 一個是先判斷 前面的再放 放過來 兩個都判斷 意思一樣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只是說 後面這個是要判斷 兩個邏輯 都要為True 他才會跑這邊 也就是他一定會是大於那個什麼 等於80 而且小於等於100 其實有點像那個什麼 你畫一個那個區間圖一樣 就是你要大於這個是80 這個是100 那他一定是這個方向跟這個方向的重疊之處 有沒有就是所謂的AND 就是相交 交集的部分 如果另外上面這個方法也可以 或是看習慣 我自己是習慣寫這種 寫這種敘述 有的同學習慣寫上面 沒關係 反正兩個都OK 我不知道書裡面寫什麼 你們自己再看一下 另外還有一種寫法 比較怪的 如果我不要用AND 我如果要用O的話 O什麼意思呢 如果他這個成績應該是 這個方向 或這個方向 就不是 這個不要 這個不要 剩下就這個 欸可不可以這樣寫 可以啦 不過好像有點繞一圈的 算了 還是不要想寫那個 其實你可以寫成什麼 寫成偶爾 那偶爾的話就是 反方向 就是說這個要 變成什麼 本來是 這個要變方向改 但是不是對不對 不是的話 你就外面再包一個什麼 包一個Nut 應該知道意思吧 Nut 就是裡面的這個不是 對 所以我說算了 還是 所以我說Nut 很少用有沒有 主要是因為 你加這個 誰看得懂嗎 對不對 你倒不如 因為他意思說 不是這邊 也不是這邊 剩下就中間嘛 OK 所以這個就邏輯敘述的問題 但是難免也會有 那種工程師很喜歡鑽六角線 就跟你寫成這樣子 那你會覺得奇怪 這是什麼意思 Nut OK 所以你要像我的習慣 我剛才改回來 改成我習慣的寫法 不然的話 我每次看到這個地方 我都實在是沒辦法接受 OK 所以改回來之後 就加一個and 那如果這個邏輯為true 就是a 複製過來呢 改一下數字 就是b 有沒有 加一個l 再複製下來呢 再改一個什麼 數字 c 剩下來就f 那你常常說 老師我不要用ls 對不對 我用lif 也可以啊 只是說好像多詞一句 因為剩下來就下面 不會有其他的 OK 所以這個地方呢 如果你寫lif 再去寫那個 判斷他是 小於等於59 其實是可以的 可是不寫沒關係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另外剛剛同學問到一個 就是前一題 這邊好像書裡面會多寫什麼 多寫個ans等於0對不對 其實呢 當然寫會比較好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沒有這個意思說 我先把這個變數 先放在哪裡呢 放在痊癒的 所謂的痊癒就是說 我們大家都 整個整個這個模組都可以存取到的地方 但如果說你現在沒有做這個動作 將來回圈會有個問題 回圈因為它是這個的下一階 下一階變成說 這是在人家家裡裡面的資料 也就是在那個階層底下 就下一階 所以如果將來你要print它的時候 會有可能會發生錯誤 因為print是在痊癒最前面的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但這個地方其實不加也沒有關係 加也可以 不過我建議還是加一下好了 比較相對比較沒有問題 因為邏輯判斷跟回圈 將來都可能會遇到那個 你變數 如果沒有初始值在痊癒的時候 會抓不到資料的這種錯誤發生 OK 那這裡的話請各位試一下那個 第206題 做那個成績的判斷 那盡量就是熟悉 用自己習慣的方式寫 我自己是習慣用那個end方式寫 但如果你不習慣end 你可以把A放中間 那前後也可以做比較 當然看起來會比較精簡 可是每個人習慣不一樣 之前有同學問我說 那樣的寫可不可以 可是就是說看你自己的使用習慣 如果你不習慣 因為我比較習慣把這種語言當成 像高階語言 就是有點像是你直接就是在這個上面 打一串的這個敘述 跟這個電腦溝通 所以大家都還是習慣用這種方式 那這一題的話請各位就是試一下 做那個這個206的這個等級判斷 那後面當然還有那個實境位判斷 208 如果做完的話可以再看一下 208